传艺民宿 乍听之下 好像是宜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开设的一间民宿 民宿因为临近传艺中心 所以取名为传艺民宿 传统意味着历史传承的含义 艺术则是人类对生活的感触 所加以创造 并兼具美感的产物 传艺民宿外观朴实 稳重 屋内处处充满着日式气息 走入传艺 有如进了艺术的殿堂 在这里的每个角落 都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更能感受到主人的豪气与热情 大嫂我们当初 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来经营这样的民宿 因为它非常非常有艺术的气息 让人走了进来 感觉就好像走在艺术走廊一样 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且占地这么大 就是因为占地它很大 而且本身跟先生想说有一个 想要盖一间属于比较有家的感觉 然后又在船艺的旁边 因为是地缘的关系 所以想盖一间比较有属于 比较有气质一点 有艺术一点点的感觉的房子 这样子 一种概念一种想法 然后跟设计师配合这样子 研究 讨论出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我们这边是比较走 什么样的风格 可能感觉上会比较属于日式 这方面的风格 比较偏日式 这里的一草 一木 一砖 一瓦 都是主人对艺术的创作与执着 而且我发现 你们非常的用心 我发现每一张桌子 你们都是特别挑选 特别用心 是本身你们就很喜欢这样子 整个木质的感觉 还是大哥他 因为我刚刚有看到大哥 他是一个非常豪迈 让人觉得很放松 来这边是不是 可以很轻松 不拘束的那种感觉 他本身比较粗犷一点 而且他本身对木头的东西 很喜欢很有研究 对对 所以外面的景观 它是很多漂流木 他们都是去海边捡 捡一些回来自己盖一些 像那个蒙古包什么的 当鞦签 他自己弄的 对 这很厉害很厉害 我觉得很棒啊 因为我刚刚有去 大概看了一下 像当鞦签啊 我刚想说 这木头都很原始的 然后一些像 可以营火的地方啊 坐着聊天的地方 这完全都是大哥去捡的这个 对对对 因为他很喜欢木头的东西 对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对有这个喜好 对 喜欢收藏这些 木头什么的 对 二楼的空间 采用大片落地窗 墙上的彩绘玻璃 屋顶上的音符 让人有种置身于异国的错觉 静静坐着静南南洋风景 走到任何一个空间 任何一个角落 都非常的舒服 会让人很放松 而且里面都会飘着一个淡淡的香味 让人来到这边是可以完全完全的放松 那我们这边是有请设计师 还是大嫂你本身的概念去设计 没有没有自己没有办法 就是有请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 帮我们设计上 所以这边是请台湾非常知名的设计师 来做整个设计 对没错 难怪它每一个角落都非常非常的美 对对 它很用心 对 你们也很用心 可以把这边经营得这么好 在每个房间都有大片落地窗 更以不同风貌呈现 那我们这边有几种房型 因为我有四人房还有双人房 当我推开房门时 眼前的风格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海水天空的蓝 纯白建筑的墙 仿佛敞阳在亮眼的阳光下 吹着柔柔的风 享受无拘无束的度假风情 另外这间复古双人房 光听名字就知道走的是复古风格 简单的几个木制家具摆设下 让人仿佛随着时光隧道 回到了旧时代 而这间豪迈四人房 清晰、亮丽、绿色系 让人仿佛融入了大自然中 我想主人将这间取名为豪迈四人房时 也如同他豪气的个性吧 最后这间带点浪漫又温馨的双人房 粉红色对女性而言 等于梦幻与浪漫 跟粉红色沾上边的事物 就成为女性专用的代表 今晚的选择就是她咯 夕阳下的静谧与优美 南洋热情凉亭的小庭园 延伸至湖面的平台 可见到湖面上悠哉成群的鱼儿 还可在此享受着 钓客的悠闲自在呢 我刚刚啊在我们池畔边 那个椅子这样坐了一下 感觉置身在国外 巴厘岛啊 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那当初呢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做这样让人家可以很放松 看着湖 看着水 然后这样一览无遗这样子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想这是设计师跟你们沟通的 还是大嫂还是大哥 会特别想到这一块 因为我发现那边还可以钓 对不对 那是我先生特别强调有钓的地方 所以是大哥 因为他本身那个赤装就有了嘛 就可以钓 因为上面还有红色 粉红色 白色的这个莲花 对 好美好美 真的好美 我觉得其实可以来这边一定一定 如果说各位观众 如果有机会 真的很希望你们来到传异民宿 因为这里非常非常的美 也非常非常有艺术气质 那让人觉得很放松 有空一定要来一趟